當一個台北市議員竟然用這樣子攀血噴人的方式 在節目上都造人 這對於柯文哲主席來說 名譽授權 那為什麼要停刑事自作呢 因為在這個案子裡面 其實我們不太相信北檢會免功處理 鍾小平先生 鍾小平議員就在三立的政論集合上面 不時的指控柯文哲主席 收受相關三到四億的會訪 這對於柯文哲主席來說 已經造成這樣大的名譽授權 身為一個台北市議員 竟然用這樣子攀血噴人的方式 在節目上都造謠 而且造謠完之後 這個政論節目才會配合相關的新聞網媒 再做第二次的轉述 這對於柯文哲主席來說名譽授權 所以呢 我們在呼籲 鍾小平先生出來道歉 他限期一座 看起來呢 還是持續認為說 這件事情對他來說 沒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呢 還是要來提出我們的刑事制度 那為什麼要提刑事制度呢 因為在這個案子裡面呢 其實我們不太相信北檢會點攻處理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 鍾小平先生呢 要把相關的市政跟法官來說實 我們應該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